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吻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从今天开始的话 有三天的一个廉价 严老师先祝大家 端午佳节愉快 这三天的一个廉价 有机会的话到外面去走一走 多陪陪家人 那当然这个台股 在今天的一个收盘 它是属于一个小小的一个拉回 两天大涨了545点 今天的话小拉回 我相信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都能够接受了 那廉价回来之后的话 这个台股 这个台股多方格局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我在昨天的节目告诉你 这个地方呈现左缺口右缺口 非常标准的叫做导型反转 那导型反转 这边有1 2 3 4 5 5个交易日 那这个地方的话也有5个交易日 会跟他去做对应 但是还是要回到 看到所谓的成交量 那今天那个节目里面的话 我会把大盘详细的跟大家解说 那你注意听一下 注意看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叫做 15类股的 重电的 重电今天表现不错 上涨了3.5% 强于大盘 大盘是下跌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是属于一个什么 跌升以后的反弹 跌升以后的反弹 所以说你看节目 严老师不会跟你胡说八道 这个地方反弹的部分 今天你看到的 亚利中兴电跟华晨 这三档股票 反弹 对不对 要记得 要站在卖方 那电器类股今天也是上涨3% 电信电缆 对不对 这个也是属于一个修正以后 出现所谓的反弹 今天的话掌停板的 对不对 这个是属于华龙 华龙的话今天掌停板 对不对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 对不对 底部起掌 修正结束之后 底部开始起掌 1618的合机也是一样 今天掌停板的话 也是属于一个修正结束 包含这个1617的 这个华龙也是一样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的判断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是看到谁在掌停板 你就觉得怎么样 那今天的节目的话 你真的要认真看一下 来好 这两个注信我帮你解好了 如果说电子股未来会下跌 传产类股会涨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好 那钢铁的话 这个叫做领头羊 钢铁的话叫做领头羊 钢铁今天上涨1.5% 也是强于所谓的夹权指数 那银街内股 银街内股今天表现不错 但是我说过了 这不是我的菜 这不是我的菜 因为它成交量太小了 颜老师会员没有办法说挤进去 我在节目内我非常强调 我喜欢做 这个量比较大的 波段的航行比较长的 三个月半年 我都可以赚得到钱的 所以说我还是锁定这个所谓的航运类股 那航运类股里面的话 我们今天有三档股票 都是再创波段新高 包含这个长期持有的这个万海 万海的话 今年第一季有没有 赚1.6 去年全年四季是亏的 今年的话按照这种比例的话 进入到第二季的话 这个孕价又要开始上涨了 所以说万海目前为止 我认为今天的股价最高已经来到100多块了 从这边开始底部起涨40块 起到现在100 我认为未来还是会上 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持有的股票 来2613的一个中柜 你们不用猜老师有没有 我直接告诉你我有 我有好不好 今天的话差一点 差一点的话又要锁到涨停板了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那这档股票也是我们目前为止手中有的 它叫阳明 阳明今天的话 对不对 再创波段新高 还没有结束 还早得很 我相信的话今天是假日 看节目的话稍微轻松一点 不用那么紧张 那今天的话端午节 按照往例 严老师都会在我们电视台 送你一份单骨所单的一档股票 我记得去年送给端午节的大礼很标 好 很标 今年会更标 这是我认为 记得端午节的大礼不用钱 不用钱 你只要卡一档电话一块 直接来拿 拿回家以后放在保险箱 要看的时候偷偷拿出来看 是哪一档股票 不买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的来验证 那如果说你有动作的话 麻烦你就要跟我们助理联络一下 好不好 我认为这档股票的话 未来你有机会发家致富 有机会发家致富 这档股票是转机股 那当然营收的部分也不错 那股价目前为止在低档区 但是这档股票是属于一个强势股 我等一下会详细的帮大家来介绍 那近期以来的台子期 因为昨天这个大盘大涨了545点 那这个叫结果 你先看到大盘大涨 你后面才看到所谓的外资的空单大减 我认为这个都是马后炮 马后炮 那空单减少多少 5900狗 那现在呢 现在当然又有人说 这个大摩又看好这个所谓的台积电 外资又开始出报告了 我认为这个地方投资人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很重要 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个消息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看到了结果 这是昨天跟你讲的 美国制造业P&I加速萎缩 对欧亚的国家是有帮助的 那今天就出来这个东西了 来 ECB是谁 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目前为止的话 他马上降息 马上就降息了 那有没有得到一个验证 当然有了 那之前这个也跟你讲过了 主技处经济成长 他是属于一个上修的 主技处 今天央行也出来讲了 他也开始修正了 这个GDPP对不对 增值的所谓的3.5 从主技处一直到所谓的央行 他们都看好台股 台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未来 来导播拉近 我们看这边 投资人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 老师这个台币一直跌 现在没有跌 台币如果说开始回升 这个地方外资 它动作上面就会比较大 台币连五天的一个升值 目前为止是亚洲最强的 对不对 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还是通膨 还是通膨 台积电大长我说过 外资一定有所谓的报告 果然没有错 台积电大长大摩看好 他为什么要看好 其实他已经估到9月份 他认为说今年的9月 他会去敲听 明年金元的一个价格 我们在电视上节目里面 都有听到一个消息 这个卫泽家跟那个穿皮衣 稍微暗示一下 你这个金元好像我们要涨价了 那当然这个大摩的话 可能这个报告是比较领先 但是不建议各位去追 其实台积电发动的前一天的话 我在节目里面 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了 昨天大涨 对不对 四百多点 那古市跟你讲什么 他说有拳王 拳王是谁 台积电 古王是谁 台华 华信 来 航海王 航海王我们掌握到了 我们目前为止手中有什么 有万海 有扬明 有中贵 都是目前为止 到今天 这三档股票全部都在创波段新高 全部都是在创波段新高 但是这个运驾问题 航运的问题 这个解决没有 还是没有解决 马斯基一样 这个月里面调整两次 他的一个营收报告 我跟大家稍微暗示一下 今年的话这个气候比较异常 未来的话可能连欧元区 这个海运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你不是说只有看到欧洲 美国跟亚洲 它现在出问题 未来的话如果说欧元区问题加大的话 这个可能未来很有机会 我只能这样子跟大家讲 当然这个小心股的部分的话 在今天的话还是有很强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谈到的 这个小股本的这个迅州 有没有 5月29号我跟大家讲 只有三根吗 真的只有三根吗 好的股票真的只有三支吗 还请你注意这边有集合竞价 那今天的话果然怎样 今天开来真的很高 我觉得这些操盘人真的是很厉害 他不让你买的时候 他就开在这边 开在这边 对 他要让你买的时候 他就开在这边 然后掉下去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操盘的功力一定要好 操盘的功力 有些多头的股票 你一定要布局 你没有布局成功 他涨上来之后 你看他直接开在这边 真的是很过分 马上就拉涨停的 不到一分钟 这股票就是要提早布局 这四根涨完了没有 你可以慢慢拭目以待 好不好 这个所谓的强势股的一个操作 跟一般 这个弱势股是不一样的 来 这个永道KY也是一样 我昨天跟你讲的时候 是亮灯涨停满 对不对 今天的话再创破单新高 今天我在节目里面 再帮大家谈到一档 我们目前为止 有的一档股票 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谈别的股票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股票 这档股票是6月3号礼拜一 我说底部起涨的 大概隔天休息一下 那这是昨天跟你讲的 来 这个股价要有连续性 那今天的话再创破单新高 今天 对不对 你敢不敢买我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涨停满的话162 163 这个今天最高162 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注意 尾盘还是有集合金家 这集合金家就代表说 这个他们没有在盘中交易 他直接杀到最后一盘 他是看好未来的 不然的话 这一张15万 这个尾盘集合金家 有一百多张 这个也是一笔 不小的钱 这样目前为止我们有 好不好 我们就持续的追踪 但是本节目仅供参考 我们不希望说投资人 来做更单的动作 我们都是按照金管会的一个规定 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 什么劝诱 诱导 说这个股票多好多好 对不对 其实这个股票烂到爆的 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事情 这个股票基本面还不错 我有看过 营收的部分也是大成长 那这一档股票的话 是从底部的 底部的 好不好 你们最喜欢买底部起涨的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小时都可以买啊 买得很高兴 买了以后就直接上去了 是不是 你们就喜欢这种的 之前都没有涨 澡盘开得很低 你还可以买得到 时间还很充裕 买了以后尾盘锁上去 那未来可能 对不对 有很多支了 我相信这个就是你现在所想的 但是很多的股票 其实它牵扯到 所谓的基本面的一个消息 它牵扯到这个技术分析 还有牵扯到筹码面的一个判断 可能还有一些背后有些原因 所以说每档股票 其实它的一个因素上面都不同 它的基因里面都不同 那真的投资人 看到这些股票头都会痛 就不会做 那我们这些分析人员 从考上证照的那一刹那开始 每天都在图书馆也好 每天都在家里面也好 每天看着电脑也好 还是去买一些原文书来看 再再的都在研究 这些涨跌的一些现象 那到底哪一类的股票 挑到以后可以帮投资人赚钱 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 努力的一个目标 我在这条路上面 我一直都遵循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尽量的去把自己的一个程度 把它拉伸 我大概每一年的话都会出国两次 那我出国不是去玩 我可能到日本去 去日本干嘛 去看一下他们的K线的一些书籍 到底是怎么样去解释这个K棒 我不是说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面 自己拿了一本书 胡说八道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以前那个玄奘取经都要去 对不对 都要去印度 他可以看得到原版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这个做学问也是一样 做学问也是一样 我举个例子好了好不好 台湾最有名的大学是什么 台湾大学 如果说你没有出国 你大概最高学府就是台大 你念完这个学士 你再念一个硕士 最多让你念到博士好了 那你的眼光有没有放大 没有 那如果说你去美国东岸 你去哈佛去走一下 哈佛在那个波士顿 在美国大概是东北角那个地方 你可以去完全去感受一些 不同的东西 像这个美国很多知名的大学 斯丹福大学 布朗大学 这些学校里面其实都可以带来你的人生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改变 世界之大 你要用心的去体会 不要这边自己认为说很厉害 都不用功 用功的人会找到这一次 中贵 老师今天中贵再创破断新高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之前就做两笔单 全世界都知道 大家在怀疑说老师你到底接怀没有 我今天正式跟你宣告 严老师在里面 好不好 我就只能这样子告诉你 我在里面 但是简讯我就保密 好不好 这是之前的简讯给你参考一下 本节目就是给你参考了 万海有没有卖 没有卖 今天万海来到一百多块 什么啊 老师 这股价来到一百多块 你还不卖 我真的没有卖 你们可以笑我傻 好不好 我们未来我们来拭目以待 我认为不用卖 万海你要卖什么 我正跟你讲翻倍 现在已经翻了 已经翻了 翻上去了 翻上去那又怎么样 我还是没有卖 我认为它还会涨 冠军股不是涨一倍 你要了解它 你对它了解真的是太少了 他被关紧闭 听说越关越大尾 6月3号刚刚放出来 6月3号刚刚放出来 6月5号就亮灯涨停板 6月6号再亮灯涨停板 那你说这种股票 我会卖它吗 今天6月7号再送破弹新高 哇没有卖 不需要卖 阳明要卖吗 老师今天阳明比较弱的 有没有创新高 有 我一样没有卖 母亲节的大礼 这是老师的诚意 老师你送一次 没有啦我送两次 真正翻倍股 我问你有没有翻倍 有 四十块钱涨到八十几块钱 刚好翻一倍 但是我要问你 标股涨一倍就够了吗 绝对不够 业绩成长性这么好的股票 它只有涨一倍 如果说今年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它可以赚一个股本 它的股本很大 我跟你讲 你要注意 我没有卖 我不需要卖 我持股续报 可以吧 今天再送破弹新高 昨天就创新高 今天再创破弹新高 来 解讯给你参考 你们这么喜欢看解讯 你就慢慢看 好不好 好不好 那当然这个母亲节 你收到了航运内股 每个都大赚 那时间也过得很快 这个端午节这个礼拜一吧 对不对 我们就放三天的假 那端午节的大礼 这个代表严老师的一个 今年来最大最大的诚意 因为我知道你看节目 看了很久 看了很久 你们都希望说可以赚钱 那老师今天就成全你 只有一年一次的端午节才有 那请注意了 端午节这档股票的话 就是单股锁单 你直接拨电话 今天只限定拨打电话 进来的人就拿得到 我先讲 这档股票你可以做价差 你可以做波段 都可以做 我希望你一定要重压 我今天的话就开放黄金60秒 60秒之内打电话进来的 端午节到底直接带回家 未来会不会成为股王 严老师跟你笑死一下 如果他不是股王的话 对不对 未来验证嘛 不是股王你来找我 好不好 那今天的话也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 今天只收减军费 只有减军费 前面十位严老师亲自服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端午节的大礼 单股锁单的这档股票很重要 一定一定要拿到 礼拜二 直接去动作 开放黄金60秒 现在就开始算了 你电话赶快拨 拨了电话 把这档股票 直接带回家 打电话 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本面头库 严分医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通过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言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再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战所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股票市场里面充满很多的一些消息面 这个消息面会告诉你 这些股票怎么样怎么样 那大部分啊 应该都是假的啦 我举个例子啦 比如说这个创意啊 你听到它的时候 看到它的时候 它连续下跌了四个月 四个月 那这四个月里面 你不断的听到消息 说这张股票很好 但是它的股票就是每天跌 每天跌 等你失望的时候 它又从底部开始起涨 你在这个里面 一共浪费了半年的时间 根本就赚不到钱 虽然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多头 这边还要再整理才会再上去 所以说你有创意的 你可以来找我 你不要去找错人啦 好不好 买这种比较快 这个打跌停又怎么样 这涨太多的打跌停洗盘刚刚好 我还是认为这档股票 未来我有机会操作 标股不会说只有涨三支啦 是不是 环达也是一样啊 你赚两根也好 赚三根也好 全部带回家也好 只要你有赚到 老师啊 都很欢迎的啊 现在有很多的股票 电子股 它在所谓的震荡整理之后 它未来都会涨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迅星也是一样 对不对 股价在那边震荡整理嘛 你买的低一点的话 你就赚得到钱啊 你买的真的是很高的话 你就赚不到钱 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啊 蓝天也是同样啊 这些资料丧后利啊 对不对 这股价的话每天涨 每天涨 你自来而来就赚得到钱嘛 对不对 那端午节的一个大礼 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一年就送一次 绝对就是颜老师啊 毕生所学啊 放在这档股票里面 今天你电话拨进来你来拿 我先恭喜你 你未来真的有机会反败为胜 甚至有机会赚大钱 如果说你都是在看节目 你都不想验证的话 那真的啦 这个成功胜利啊 跟你就对不对 跟你就没有缘分啦 长期看老师节目的 你要验证了 今天机会难 机会真的很难得 好不好 这份重要资料一定要来拿 那记得不要给别人看 那拿到以后你会发现 这档股票 你可能会很喜欢啦 好不好 来 我们会员手中有中贵的 按照指令来操作 对 创新宫 有万海的 来一张都不卖 今天再创博丹新宫 有阳明的也是 来 目前为止都大赚 那之前大赚的 对不对 就让它过去了 这一档股票就是全新的 严老师送给大家端午节的大礼 做波段 做价差都可以 现在开放黄金60秒 拿到就是你的 电话拨通 直接直接带回家 我们明天见 � fly ит 今跑 对 我 你是 你是 т 鸩 妳 你 妳 自己 心 妳 太好 我 我 我是你老婆 你辣了嗎 保麗達 滿牛 真好 衝突 會搶 保麗達 滿牛 林寶瑩 空流水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物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進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益友 就算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戶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美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東乾坤 我不要得腸病毒 晚天有消毒 可能會產腸病毒 我不要得腸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換你